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首先学习关于一本非常重要的课程 它的名字叫《每个穆斯林都应当学会的重要课程》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 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本《每个穆斯林都应当学习》的重要课程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题目 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非常重要的课程 穆斯林应当学的重要课程 它非常重要 但是某些人也认为学习和学习 没有想要教习的方法 所以我说这本书是重要的 但是重要是要学习的 而我不是从小学习的 我需要学习或学习 这本书的课程 是对所有穆斯林 也就是所有穆斯林都应当学的一本课程 有些人说 我是一位 有一定伊斯兰知识的人 是一个学者 或许无需学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课程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 这本书没有可能 给人们的谈论 所以我们必须 给人们的谈论 让人们的谈论 来自学习的方法 那是重要的 我们问一下 如果答应 尊敬 他比较高 他比较高 如果答应 我们说 他比较高 作为一个穆斯林 或者一个穆斯林的学生 不应该有自大 或者自傲的这种想法 即使是最基础的课程 我们应当反复的思考和钻研 那 所以我们学这本书 当然这本书的名字叫 穆斯林大众应当学的重要课程 这本书的书评 就如同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它非常重要 我们应当仔细认真的学习 这本书都包含了什么呢 首先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讲到了 穆斯林的最基础的知识 最基础的知识 刚才讲了最基础的知识 就是我们应当学习古兰经 第二步我们应当学习 关于拜主独一 也就是我们的陶秀 我们学习了陶秀的拜主独一 以及违背陶秀的行为之后 第三步我们应当学习礼拜 也就是我们的拜功 我们的拜功包含了我们如何做大小经 如何离拜的这些过程 离拜的过程 以及我们如何做土经 等等 以及对于亡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亡人的时候 最后还要讲述 最后还要讲述 关于我们穆斯林的品格和礼节 最后还要讲述 实际上中这本书 就于每个地步 最后还要讲述 在每个地方 都在每个地方 都在其中一条 是按照使用的 是按照使用的 或者是使用的 或者使用的 像这样的一本书 它适合 在各的 适合各个城市的穆斯林来学习 也适合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不同语言的穆斯林来学习 它包含了重要的伊斯兰的基础知识 我们将在这一节课当中学到以下内容 就是穆斯林必须应当学的伊斯兰的基础知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 因为它非常重要 以及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 以及包含的具体的六项内容 感赞提高兴众世界的阿拉 愿阿拉赐福安于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穆哈尔摩德及其家眷 以及他的追随者 祈求阿拉回赐你们